早上我们选办跟党部 都有跟科办来联系 侯友也喊话 和柯正英终于有了互动 但对方态度却是有点冷 也不对论也不民调 那干什么 所以你觉得他确战吗 柯文哲笑而不达 意味深长 根据我们独家掌握 面对2024 柯正英早有利弊兵推 柯文哲手上有一张排列组合表 连跟赖清德搭档都列入分析 但这个选项结论是 很可能会是新潮流 少数人独治台湾 而郭柯佩分析认为 不论谁政谁负 胜选几率都不大 还注记郭台铭不是 可以共享权力的人 将会纷争不断 蓝白河部分 柯侯 侯科都被标注 有胜选机会 还推估如果双方谈好 可以共治分享 不会有虚伪副总统 还能在国会合作 但对于侯正 柯副 柯文哲阵营还是很有疑虑 希望说双方的幕僚作业 可以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来进行 那不过目前呢 还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回忆 尽快的在一周内 就可以赶快把这个事情定安下来 柯文哲平平出招 9月底喊出输的退选 后来变成输的可以推荐副手 现在在抛先辩论三场再民调 但这都不是侯友宜的强项 柯文哲本来就一直认为说 他跟侯友宜挂在一起 未必会加分嘛 换了好几个不同的条件 你让对方无法接招 如果辩论的话 侯友宜应该不会是柯文哲的对手 但是我觉得侯友宜是不会答应的 百年老店和人气新锐 怎么合攸关政权和生存 但目前两套的主张都在平行时空 会不会终究蓝柯一梦 下期视频黄炎姐 周树君恩小组台北报道